大家好,我是Shinis,居然来NEO的游戏看完视频 上期呢,我们是在这边这个主线任务的一个宅子中 还好是没有迷路啊,不过不太清楚之后会不会迷路 总之从目前这个一开始 哇,我没有没有看见啊 或者说是我没有仔细看 总之从一开始的一个探索头中呢 我的感觉呢,还是挺乱的 这个能 是这个吗 好像是能看出来啊 但是有点太不明显了 之前这个地方好像我们打了一只怪兽啊 不是怪兽,是一个妖怪 是不是 我不太清楚,你要是朝着这个方向等于是滚过去的话 会不会被这个妖怪追加一个落下攻击什么的 现在呢,我也是很好奇 像这种地方 是不是也会掉下去 然后会把我们一开始爬楼的那个地方到后边这个门给解锁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房间我可以说是比较越来越享受了吧 这么一个机制 好像是获得了很多的技能点啊 我们看一下学习什么技能吧 记得之前的这个长矛的技能好像是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这些我没有学的基本就是需要 我就感觉上需要的操作太难 然后 这个技能不错 但是没没有没有解锁 这些没有学的基本就是感觉上操作太难了 学的话也是基本上用不到 所以说我就不浪费 不浪费这个这个技能去学了 这是一个低姿态 感觉上我基本上也是用不到 之前是开始在等于是学这种 其他其他武器的一些被动技能 感觉上也是可以去 应该是能适当的去帮助我们 这是当你防御的时候加10的气力回复 感觉上也还行 还有其他的被动技能吗 大这个斧头的被动技能是什么 加100的生命值 他他前置的腰的这个点数很多啊 还有吗 这是打妖怪的时候辅伤害增加 当你30血以下的时候受到伤害降低20%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追击伤害加8%应该不错 但是前置的东西要的点数都很多啊 满血的时候加6%的攻击力 没准 配长矛可能还行吧 我觉得 正好是6点 其他的还有什么 这边斧头是 剑好像是一个格挡吧 另外双刀的只有两个被动技能吗 还是说可能也有一些被动技能 他只是不是分等级的 可能就是学一级就完了 我好像是粗略的看了一下 没有没有看到 剑的7加2 这边是突刺伤害加3% 我是感觉上 我目前的攻击是没有什么突刺伤害 我觉得可能是学一学 这边的这个追击伤害加8% 这个是什么技能呢 把敌人撂倒 这个的前置技能是什么 把敌人给 这好像是要招架后啊 然后再加一个技能 这边是好像要7个技能才能学 这边呢 3 5 这好像要8个也是学不了 有点不太清楚 我觉得我所幸现在感觉上没有什么好 就是短时间能 短时间能收益的技能 我觉得就 我就不学了吧 剑应该也是没有 没有生技能 我就不学了 存成点印之后 想学的一些 后期的一些技能呢 他的点数要求也是蛮多的 我觉得现在就存着 其他的忍数 忍数这个增加忍数上限的 好像是已经学了 这是你的 就是应该是道的伤害 增加10% 后边呢 你受到的毒的跟火的这个道的伤害是降低6%啊 这有一些 倒是蛮 要的点数它是蛮多的 倒是一些一些被动技能 这边是增加你更可以带更多的弹药什么的 我就可以学一个这个带更多子弹的 平常弓箭可能是用完了 用子弹 可以学一下 然后我的法术 这边好像有7个也是蛮多的 有被动技能吗 好像是好像是没有啊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能来清楚什么技能好需要先暂时先存着吧 这样我的称号 看一下灵魂weapon的持久 然后是生命值 妖怪的肉搏伤害 灵魂weapon 生命值 这好像就是一些这个 感觉上这上面的东西都是可以随便的学啊 我感觉要是从学别的地方的话可能就 这是生命的回复量 掉落伤害 我感觉是没有什么用 金钱的获取 生命回复 金钱的获取 人类的肉搏伤害 物品掉落 气 金钱 物品掉落 生命回复 钱 就是没了吧 下个我可以接着学这边的人形怪的一个伤害 剩余的应该就 应该就没了 这样等于是还可以再再爬回去 呃这边是哪儿 这个地方我们有我们有来吗 哦这是那个暗门 等于是我们我们来的位置应该是从这来的 这样这个地方的可以说这种隐藏的东西实在是就是感觉上探想完全探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费 费费眼力啊 那是个 又是一个强化的那工 那个石头 这个AI有点太二了 看着我直接是给他瞄着 这边是个强化的那种 哎 天哪 终于是 打了这么半天啊 我也是很紧张 感觉上这个怪好像是被强化了一样 但是又没有感觉出特别的 就特别的区别来 我是要去看这种像这种 这种墙也是不太 这边的这个房屋的房间的隐藏实在是实在是太多了 看一下我们的来的位置是这么来的吧 应该是这么来的 比如说这个隐藏的房间应该是没有什么 可以是往回走 往回走还有一个隐藏房间 我这些这些门还都是必须从 他还是有有开的方向的还是挺挺有意思 像这边应该是一层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说是有那种从二楼可以掉下去的暗门什么的 我觉得我的普通箭矢快没了 我还是先用普通箭矢吧 没有感觉没有太大区别 这样的把一开始的这个捷径应该是解锁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器材消耗还是挺严重的 先加个血吧 把我的这个药给加上来 然后 符我觉得就先暂时用这几个符应该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我看之前好像是哪个技能是忍数吗 有一个是能增加你携带的就是加血药的一个上限 我应该是有学过吧 这是弓箭的箭矢 这个呢 这是被刺 这边啊 但是我需要把忍数 就是adapt 相当于是一个适应训练给这应该是二级的忍数训练 等于是需要忍啊 这个忍记十点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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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的这么一个任务 可能这两个技能我到时候可能会优先学 这样这些技能就先先存起来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看一下这边呢是我们我们出来直着走的话 他能射到我们吗 能射到 我现在攻击力也不是很足啊 来清楚是这些忍者他们的防律高一些 还是说 还是说因为我的弓弓弓的这个攻击力太太低了 他们移动速度 他们可能是跑就是朝着我跑过来 但是我感觉上就算你跑的话也不应该有这么快的移动速度 75级但是装备太差了 这个人是在楼上吗 这个人是在楼上吗 就在楼上那人呢我就先去给他给他打就好了 哇 楼上那人我猜他可能是你比如说你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跳着来偷袭你 一个白色的来副枪居然是有上升的标志 这是肉博武器 69 75 65跟61 属性可能是比较86级但是 我觉得打一打吧 我觉得打一打吧 哎 果然是 这什么 Full Grid Commanders 看错了吗 是 75级的一个重甲 我这有没有这游戏中能调吗可能是不能调吧 嗯 这边的选项哈不能调 我是没有看见啊 有没有就是直接忽略掉非就是子装以下的这些装备是能不能忽略掉 当然我是可以不剪但是你不剪的话 会让你之后的一些比如说是锻造什么材料会就是不太好不太好获得 在这下边我觉得可能就是那边有条捷径然后应该不是一个你去推进剧情探索的一个 一个方向 72级这个还是不错的直接换一下吧 来不相悟鬼就不换了他的由于是一个白色物品感觉上太承转性太差了 嗯 这个桥会塌吗 要是塌了的话 我没有看看不见他他 倒在这个草丛里我看不见 好像是不会塌可能就是会 会会中招 这样塌下来后等是 这什么情况 不能说塌了就是你掉之后呢应该是有一个忍者速度很快 然后上面有一个AOE的炮大炮在攻击 然后再有一个攻击力很高的 嗯 这忍者不会防御吗 好那边大炮又复活了吧 啊 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呃,这什么情况 应该是有方法让这个屋子等于是给上下颠倒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我来的路线 可以是把这个门应该是能能给解锁开 我就先去探索这边吧 嗯 但是要么跳下去 从那个很奇怪的颠倒的房间中跳起 要么是从这儿跳起 这周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敌人了啊 那个点应该是口袋吧 或者说呢,我从这儿跳去 应该是 先确诊一下,这是口袋吧 结果这个石头也是,它是显示了 就那个强化的那个水晶 它是好像是强化的人是用绿色的点来表示 所以我想大概不太好确认究竟是 是一个什么情况 先把这个给解除 希望不要把外边的这些人引到 注意一下 对 正好 内部门 准备了 75 准备了 一个 这是什么情况 当着我的面父母 这是刚才这个人调的装备吗 好像是比我 我这是72几 80几的剑 这没有会加到500多的攻击率 就是因为一个 这好像是用 这是heart的一个伤害 是a减 所以说攻击率会很高 剑应该就是 好像剑就是heart 这现在多少 482 这把剑的属性 真的是很强 有些剑的 这个人可能是 就是他进行了 这个给锁上吧 我不太清楚 他是进行了多少次 就是重铸才重铸出一个属性来 还是说 我是不太清楚 有些剑的 就是他每次你重铸的时候 是有些属性是不能重铸的 然后重铸的时候 他的 就是 重铸的属性是从一些池子中等于是 从池子中等于是随机的给你获得 这边能走吗 所以说他重铸出的那个属性 是不太清楚 是有多大的 多大的一个几率 这个上面这个人在哪儿 真是好多人 这是怎么打到的 我打到什么地方了 我打到哪儿了 这什么情况 不是打到上面了吗 没有没有搞懂 七十五六十八 这个上面的东西应该是 吃完了 这边往下走是 应该是没法没法走的那条路 有时候只能这么走 是不是我miss了一些 隐藏的墙壁什么的 感觉不是啊 可能就是要从这儿跳下 还是想试炼一下 这东西能射穿吗 这没有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直接走上去有伤害吗 没有伤害 但你要是跳起的话 不太清楚 是会受到很大伤害 还是直接会被秒掉 七十七 好像是我的 我的这个技能的熟练度是满了 把75级的剑 变成heart是变成了a 这个比之前是又又要高了 这等于482 这是527 而且加8点的麻痹抗性 熟练度加成也是一个b加 将这个雷切我估计可能就 可能就不要了吧 这是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是什么 这是一个忍者套装 估计可能是不太适合我们的属性 或者这个忍者这个套装啊 把这个这个带上这个攻击率还是蛮高的 可能之后撕点时间去看一看吧 就是把这种这种类似的属性就是把你的这个加成 加成等于是一些额外的这些属性能不能就是它是 这是随机就是随机肉出来的 还是说你去重铸的时候是能重铸出来 但是能重铸出来 我估计到后期的一些武器可能你就是需要把你的一些属性能是重铸成你比较高的属性 应该是会让你的攻击率会更高一些 这是527 那是很高啊 别的装甲有没有打到一些高级的杂呢 这个不是套装 75 62好像没有 有些护身符 这个就没有什么用了 这是一个抗水 70几 76 52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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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看房顶上有没有什么机关式的东西 好像是没有 规计就只能是往下 甚至往下跳了吧 甚至往下跳了吧 那边有个忍者 还要是没有第一时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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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应该都是支主 应该是没有什么 特别危险的 这边没法过去吧 还是过不去 这个梯子 好像是不能 还是有人转啊 我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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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刚才我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选择吧 在那个上面等于是打一个很敏捷的敌人用了 用了一个不是很敏捷的一个一个姿态 刚才要是用这个中段直接是利用我的距离去刺 但是应该是会效果会好很多 但是当时一时间脑袋没有没有转过来 像这个房间究竟是我们是要来做什么呢 应该是有个地方能把机关什么的给蛤蟆人 等于是房间的这个上下电脑回来了 没太明白 那个画是一个封印式的东西 为什么把画打坏就会 就会颠倒回来 有点没有搞懂 而且现在能再颠倒回去吗 看样子好像不行啊 这样我们看一下这期实践其实正好是结下 下一期呢 我估计没有搞错的话 我们等于是去探索这个又被颠倒到正常的一个房间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